如果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能跨越民族与国家的隔阂 使用通中语言沟通 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到了21世纪 人们抱持着沟通无碍的想望 透过创新科技跨越视觉、听觉等障碍 打起人们沟通的桥梁 科技日益发达 当我们正利用科技的便利创造美好的生活体验时 有些人更将它化为助人的力量 打造一个无障碍的生活 不论是提供市长者便利生活 能听见博物馆的APP 又或是帮助听障者更有效沟通的竹听器 都为身心障碍族群带来更有品质的生活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了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凯西 每日商业不仅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社团可以一起交流和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话 欢迎大家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接 赶快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2020年7月21号 由苏玉琴所撰写并刊登在社气流官网的文章 用智慧与科技来圆满爱 是众社会企业的创立目标 他们期望能带给身心障碍者行动不便者 引发族群更便利的无障碍环境资讯 以此鼓励他们与其照顾者可以多外出走走 参与社会享受世界的美好 创办人林成伟为协助身心障碍族群 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在2015年辞去了交通大学 传博与科技学系教授的职务 创办众社会企业 以自己擅长的资讯科技 结合各项无障碍相关的服务设计 除了退出智慧场站 智慧城市和友善教育三大服务项目外 也策划给行动不便者的友善小旅行 更开办台湾第一本无障碍家庭旅游杂志 9453 友善旅人志 收入合适行动不便者的旅游好去处 智慧场站为身心障碍者提供高铁 捷运博物馆等场域的环境资讯 智慧引导和语音导览等服务 智慧城市则与餐厅旅馆 医疗院所等企业合作 推出便利身心障碍者的友善APP 此外众社会企业也与工部门非盈利组织等合作 为身心障碍相关服务人员 提供同理性训练等友善教育 而今众社会企业的合作 已经遍及全台8000家以上的无障碍餐厅 旅馆、监狱等场域 会身心障碍者带来更友善更便利的生活 突破听障者现存的不便 帮助更多人的是 Religet洞见未来的创立目标 他们希望能超越传统注定器 不够清楚、虚航力不够持久等问题 让听障者能有效倾听、有效沟通 能如此细腻感受听障者的不便 源自共同创办人陈伯如的成长经历 陈伯如从小患有先天性双耳重度听障 被发现此疾病时已经4岁 早已过了听力和语言发展的黄金时期 陈伯如虽然配有助听器 却时常因为助听器将周遭环境音等被放大 无法听清楚人声 又或是电视续航力不够持久而感到困扰 除此之外 在同一个空间中 若有多人同时讲话 患有听力障碍的陈伯如也难以辨别 到底是谁在说话 更难以集中注意力 长大后陈伯如自学程式语言 并邀请哥哥陈优任一同创办洞见未来 研发具多人声分离功能的助听器 协助听障者在背景噪音中 单独将人声抽离出来 更清楚地捕捉人类的声音 洞见助听器推出后 还有耳机厂商看向洞见未来的技术 希望能应用于无线耳机的通话降噪 延长续航力等用途 未来陈伯如和陈优任 也希望能将多人声分离功能 用于协助分离多人讨论的音轨 协助听障者进行有效的沟通 索短数位落差创造数位机会 是中华电信的目标 他们开发给视障者的语音随声助理APP 盼望能够协助视障者提高独立生活 与处理事情的能力 中华电信自1988年 就与淡江大学视觉视障中心合作 引进盲用电脑设备 协助视障者学习 2009年双方更合作成立爱社会创新客服中心 雇用视障者承接中华电信 客户满意度的电访工作 这位型手机逐渐普及后 中华电信也于2013年 推出全国第一个专为视障者设计的 语音随声助理APP 其界面易于使用 符合视障者需求 且内容十分丰富 视障者可以透过语音帮助他们 识别钞票 查询公车动态 新闻 股票行情等 2019年9月 中华电信跟带着30位视障者 前往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馆 透过语音随声助理APP 为他们导览博物馆的相关资讯 让视障者可以借由听的方式认识海洋 语音随声助理APP 自发布以来下载次数已突破5.4万 今年2月中华电信更以此入围国际行动业界著名大奖 2020 G SMA Global Mobile Awards的数位时代受信赖之最佳行动创新奖 备受国际肯定 在创新科技的辅助下 能加速无障碍的生活建立 造福更多有需求者 影响更加友善 平权的社会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接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的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